就这个店要开到我们的城市 一天有三十封举报信 一百二十多个市场热线 开不下去的 挑战江西最辣城市平乡 再往前走半小时就是湖南 还没到湖南两个腿移并不拢 无名小管 北桥大排档 门在哪 从前面走是吧 这门也名字 二一写字 什么人轮到我 猪脚腊肉冬水 这是油渣炒什么 油渣炒辣椒 辅助炒是吗 辅助炒辣椒 搞 两个人 四个菜 一百块是吧 走位 好 有点太阳气 行了 好好好 这个菜漂亮 这人家订好的 一个小碗菜 一个小碗菜 牛肝什么 虾米跟小鱼 腊肉 猪蹄是必点 这边也有酸姜豆 咸菜 干豆干 这边是鱼块 鱿鱼 关键刀工 切出来这样看着有食欲 跟辣椒一炒 我们去看看后面 来来来来 说得要这个干净吗 全米饭 这个米汤是干嘛的 当汤喝的 四个菜 一百块 挑战江西最辣 平香菜 它就总共说我一百 这个是腊肉炒笋子 这个是他们家 特别好吃的猪蹄 每个人都要点 这个应该不算辣 腐竹炒肉 这个是辣椒炒油渣 三十五三十五 十五十五 我估计是这个 在这吃饭要码子盖饭 看看这个辣椒放的程度 视觉就特别刺激 看他们吃饭都是要拿辣椒拌饭吃 这个就是饭的常规的样子 视觉上没有看出上去这么辣 我其实吃不出辣味来 还不如我们昨天在宜春 吃的那个菜辣 那辣的晚上 水风都不冷 这个光红不辣 这家菜是不是不辣 辣啊 我怎么吃不出辣味的 不辣不辣不辣 简直干饭神器 其实辣不辣 不看今天 看明天 早晨 这边是宜春 往前走一点就是宜礼 就是湖南跟江西的交界 所以两边的菜已经越来越像了 宜春往前面开个30公里 就是有名的五宫山 五宫山就特别牛 是佛道两家 共同选择的一个修行之地 洞天福地 家有空的可以到这玩一玩 这边离长沙也不远 再干一碗是真好吃 不代表当地的一个特色 特色 Оп 哎响了河咿 辣腔的河咿 还有好多包箱是吧 哦那个里边还有 还有好多我们去看看去 哦这里面还有 不要不要不要 里面全是 外表这么多 然后周围全是他们家的包箱 没有个名字 周围邻居不眼红啊 在这儿就开得下去 声音还好 价格又便宜又实惠 口味又不错 这是附近人的福利 来继续第二碗饭 就这种店开到我们那个城市 一天得30封举报信 100多个市场热线 你看看在这儿 口味好价格便宜 都是中午都是来吃饭的人 一人点4个菜 吃上米饭人均也就20多块钱 你看地面也保持得非常整洁 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困扰 好 第二碗 看过去 这边后面有个美女 看到了 萍香妹子 吃完了非常满意 这是赶饭闲店 总体来说没有想象的辣 明天早上看吧 腿能不能冰龙